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咋了 大嫂 早花 让小庚给逼走了 咱爹怕早花吃亏 跟香草追去了 太阳月亮凝了一颗口 金茶凉拖才有远地球 青山绿水凝了一颗口 盘根左街才有白花钩 池塘欲望凝了好多口 雨上往哪个往上抖 星河大海拧了好多口 就像开了过的雨 一笔肘 叫后黑 叫后黑 南街的隔大 一街的口 就 钻得起的拳头 伸得开的手 小 heißt 这笔蓝水准备不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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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 小康 爹 小康 小康 你 你别把事情给作绝了 得得 大叔 我们家的事你就少说几句话 信你欺负人就信我说话 大叔 你这是咋了 他是你老婆还是我老婆 不管是谁的老婆 他也是人 你以为他是猫是狗 你以为就可以把他随便拴在裤带上 只要跟着你当你的影子 得得得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小康 小康 不合情不合理的事谁都可以管 你 还是先管管你自个儿吧 什么 老鸡不上灶 小鸡不乱跳 你们家同所也包括香草 更包括我们家枣花 都是让你给拐掉坏的 你都是兔宅的 我给你拼了 爹 爹 爹 小康 爹 小康 我万万没想到 你会把枣花逼走 你还有脸说这种话 我没做亏心事 我怎么就不能说 亏心 我亏心 过去早会跟你过的时候 打他骂他 不把他当人蛋是谁 是我小康 还是你隔通锁 你 还有 打够了骂够了 要把他卖掉的是谁 是你还是我 你说说 是你亏心 还是我亏心 我打过他 骂过他 那不假 跟我啥时候卖过他 早花 早花 我可没卖过你 没卖 对 你没卖 可我那四千块钱上哪去了 是让狗给叼去了 还是让谁给偷去了 小康 你敢骂人 我没骂人 我骂的是拿了我那四千块钱的两条腿的牲口 我 你这狗娘 别打了 别打了 别管 别打了 快 别打了 放手 上 快 打 把兵子抢下来 三公 三公 别打了 三公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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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咱们看着挺好的小梁头 瞧着听说离就离了 十星 人家 那不叫离婚 那叫啥 那叫啥 叫啥 对了 叫分居 分居 妈 胖嫂子 胖嫂子 你家翠翠喊你呢 快去吧 就是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 妈 你又上那儿跟他们唱过啥 我没唱歌 我都听见了 人家枣花招你惹你了 你怎么别是人家干啥 咋了 兴他养汉就兴我说 妈 枣花是那种人吗 再说了 离婚结婚是人家的自由 但别说三道四的 好不好 不好 行他做就行我说 好 你说吧 总有一天 会让人家把你的舌头给搁下来 你 我说翠翠 你这是咋跟妈说话 谁让你胡说人家枣花 枣花 枣花 你看他好 你跟他过去 枣花 你住这 这事也不是个办法 新大嫂的话 就搬回去住 他们老爷们都是牛性子 小庚 小庚对你才哪到哪 我们家你大哥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个驴脾气一上来 那才要凶 该忍就忍了吧 该让就让了吧 谁让咱们是女人呢 忍 让 大嫂 你说这忍让 到啥时候才算出个头 大嫂 叫我看 枣花姐说的也对 咱不能总是忍啊 让啊 这回啊 咱们年米 就别怕掉糠 豁出去 让枣花姐在这住上个一年半载的 也得让小庚捧回个教训 女人咋了 那女人就不是人了 可也是啊 枣花 你先不回去也行 争取在这儿 给小庚生个大胖小子 到那个时候 小庚他死气白咧的也得把你接回去 大嫂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枣花姐 心该狠的时候就得狠 只要小庚他不真心认错 你呀 就吻回去 放手 宝宝 你千万别难过 嗨 我不难过 童所 收小庚的四千块钱 过去我也不知道 等我把豆腐房办起来 我有了钱就一定还上 大妹子 那不干你事 不 这干不干我的事我都得还 我不能让小庚拿那么点钱当画霸 我能一辈子呀 小庚 早花都是我们家你大嫂 你跟人家来硬的能行 听大哥的话 你先去说几句软和话 那满天的云彩就都散了 你呀 是放不下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 大哥 那架子不架子我倒不在乎 我就是 就是啥 你说呀 大哥 我是哪对不住他呢 你说过去他跟童爽吧 四五年了 我等他 他成了二婚头 我也没有嫌他 后来呢 有张老上的饭店 在那又惹出那么多的闲言碎语 我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 我没舍得动他一指头 我真不知道是哪对不住他 等等等等 他 我跟你飞了半天吐沫 是来替你翻小茬的 男子汉大丈夫 别那么小心眼 去 你把早会给我接回来 我不去 你不去 你可别不出来了 你去 你自己回来 你去 我只有一个 卢 你去 人家 别有 让将他们知道 你说我啥 认罪两张皮 认他们说去 好酒说不酸 酸酒说不甜 小哥 就凭你还在乎这 是不是 大帅 你找我有事 不 大哥 我找小庚 找我 啥事 小庚哥 我想找你说句话 有话你就说 我也没动你的嘴 麻烦你 过来一下 小庚 大哥 你们有话好好说 你放心 我不会 有话好好说 你说 我来了 你咋不说话了 小庚 我今天来只想和你说一句话 你不要再难为枣花了 我们那个小饭店刚有点兴隆气 他离不开枣花 枣花心里也离不开那个饭店 你呀 你就让他去吧 你让他去 我离开那儿 就这些 你替枣花想得到挺周到 用不用我替枣花谢谢你 你 小庚 你别太过分了 是你过分还是我过分 造花是你什么人 用得着你操这么大心 你 你 干什么你 大船 来来来 听大哥的话 先回去 走吧 快走 大船 送药 快 Musik 快 historic 好 船 洪营 总 呢 我 谁 老苏大哥 你看你把脖子伸那么长 看啥 看西洋景 那啥好看的 这枣花一走 大栓那小子就瘪茄子了 今儿连幌子都没挂出来 人大栓不会自个干吗 自个干 就他大栓 自己办饭店 那癞蛤蟆要是能打名 还要公鸡干啥 你看你把人说的 离开了枣花他玩不转转 巧姑 你要是能帮我一把 我保证能把他那个饭店给挤黄了 你快拉倒 我这个人呢 不帮尼姑也不帮和尚 你们两家斗法 别把我也扯进去 我不扯你 只要有人来找结婚相 你把他介绍到我这来包席就终了 大哥我过去没亏你吧 将来就刚不会亏你啊 我说老四大哥 你咋就不能说点别的呢 一见面就这套科 去吧 好咱不说这个 我知道你这人办事牢靠 答应我的事不会变 对吧 你忙吧我走 你别走啊你巧姑 你知道不 我把那豆腐房啊 让给童笋他们了 哎呀老四大哥呀 我还真没看出来 你啥时候变得大方起来了呢 哎 看你的面子呀 那要不是看你的面子 我死活也不能让给他们呀 你快拉倒了 这满天下谁不知道老四大哥你呀 那可真是心黑手狠啊 就那两千破房一盘破墨 哎呀妈呀 你一张口就个人要了三千块对不 三千块还多呀 不出两个月他们就正回来了 童笋 他那剂子还能捏出啥好脚子 他自个不争气那就怪不得我了 哎呀对了老四大哥呀 有件事我还一直想问你呢 啥事 老四大哥你知道 童笋那人呢虽然是我的小叔子 可是我不喜见他 知道知道 童笋那人谁代替他 可不 既然你知道呢 就该当我说实话 我啥时候当你说过假话 老四大哥 我搅着你这个人呢 光说不行 还真有办法 咱不外 你实话跟我说 上回你迎同锁 你说你到底用的啥招呢 你看你 你看你 你跟我说我保证不和外人讲 没啥招 没啥招 那是因为你们家的童笋 我说啥 他手抄 谁家童笋 你说话注意点 以后说话的时候分点档 算了算了算了 啥时候事了 你不说实话就算了 我只不过随便问 小公 小公 拉倒 大栓哪 看看 大栓 你看你真是咋了 就这么屁顶点的小鱼点 就把你砸蔫了吗 你呀 别害生叹气的 要教我说呀 今天这事也不能怪人小庚 全都得怪你 你想啊 你去找小庚 那枣花说情 你看这剩啥了 这不是那个老公公 给儿媳妇擦鼻涕吗 那 那咋了 还咋了呢 好心也是离关飞呀 大栓哪 要教我说 枣花不来也好 你想啊 这小庚那小心眼 再说 这小饭店又救你和枣花俩 心二嫂一句话 和尚对着尼古二 就是没事那也有事了 你说呢 枣花 来这才几个月 我这小饭店 就变了个样 没她 没她 我支撑不开 你呀 别死心眼了 小鸡死了就没蛋吃了吗 还有鸭子 还有鹅呢 枣花精明 又能吃苦 又能干 旁人顶替不了她 是吗 让你这么说 二嫂我那也顶替不了她吗 大栓哪 只要你不嫌弃 二嫂我就帮你把这小饭店管起来 咱说啥也不能败着苏小鸽子交底下 那 那枣花咋办呢 你呀 你别傻了 你小庚不能让她来了 人家有钱 这回枣花 可是该好生降府了 你很快 君大黄 我必须 你 你也没有想到 老爷大叔 你咋来了 找我有事 你过来过来 枣花和小庚的事 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 现在枣花呢 住在他娘那个小屋里去 他一个人 要搞过去呢 我就叫香草去陪他 可现在香草和小杜瓜俩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跟他做伴 我呀 定量过来定量过去 你去陪他最合适 行啊 今儿晚上我就搬过去 我会把你帮我 我和他 我会把你帮我 就行了 你能不能做 我都不给你帮我 你能不能做 你能做 你能做 我能做 你能做 我给你帮我 我 佩佩 你咋还不睡 睡不着 叫我说 你不如明儿跟我一起到我们厂去上班 不管咋说 我们厂也算个乡镇企业 不比你们那个饭店强多了 你要是乐意去 我离你去找我们厂长 人家哪会要我呀 咋不要 你心灵手巧缝纫机上的活啊 在咱村不数一也数二 再说了 我们厂长你也认识啊 我认识 你们厂长是谁呀 贝珍珠啊 贝珍珠 不认识 我哪认识 你不认识 我们厂长当我说过 说小时候还跟你一起挖过婆婆丁呢 对了 她小时候啊叫苦妞 苦妞啊 嗯 苦妞 都成你们厂长了 是啊 咋样 你要是乐意啊 明儿就跟我一起去吧 我们厂长肯定会要你的 不行 我不去 为啥 我 我还是想去饭店 去那饭店 嗯 你要是有那门心思 也行啊 翠翠 你不知道 喜鹊说 咱潘龙岭立马就要开大矿了 矿山一起来 我们小饭店准红火 哦 那你抓紧时间去 一忙活呀 就没空寻思烦心事了 你说呢 你咋又摇头 难呢 有啥难的 你说呀 饭店 不去吧 我心里总惦记着 去吧 我怕 我怕 怕啥 你想 大山他还在哪儿 那有啥关系 该去就去 怕别人说你尿糠 你就不敢喝水了 你呀 人不能窝窝囊囊活一辈子 你看人家喜鹊 人家那是咋个活法吗 喜鹊要不走就好了 谁走不走都一样 你自个儿的事啊 还得靠你自个儿做住 我说 你不能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的 照你这么说 我明天就去 当然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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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回来了 小哥 回来了 小哥 小哥 你扯什么里边扔 你把枣花扔那不管了是咋的 你赶紧把枣花接回去 对 把他接回去 这夫妻没有隔夜的仇 再说了 枣花不是还有身孕吗 是不是 是啊 小哥 小哥 你一个大老爷们 咋和老娘们一般见识 我告诉你 不是大嫂我吓唬你 这回你要不争取主动 等枣花生个大胖小子 到那个时候 你连边都沾不着 就馋死你不可 不是吧 小哥 大嫂 小哥 那我 麻烦你 给枣花送两条鱼去 不成 八成 枣花得挺晚才回来 他干啥去了 他上 他呀 上集商买东西去了 哪是买东西 他到饭店去上班了 啥 小哥 小哥 你这是干啥 小哥 大哥 你要干什么 大哥 你就让我去吧 我跟枣花有几句话要说 你先别去吧 你听我说 你先别去吧 听大嫂的话 等枣花回来 大嫂带你一块去 大嫂 我不能再让她去大树那个饭店凑合去了 我得 你先别去 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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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儿 赵花 你告诉我要去哪儿 赵花 你不告诉我 我也知道 你要去上班 对吗 赵花 那个饭店 你不去不行吗 赵花 别人行 夫妻间没有隔夜抽 听话 咱回家去 赵花 你去听我一句话 大嫂那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那饭店 咱不去 咱这辈子也不去 你 你 那个小饭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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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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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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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赵花 老二 早花 你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你再去那个饭店 从今往后你就是上天入地 我也管不着了 小庚 我欠你啥了 我啥也不欠你的 你不欠我的 我光是为了让你和童所离婚 我一下子就花了四千块 你不欠我的 你欠我的 这辈子你也还不清 好 好吧 不就是四千块吗 你放心 我还你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还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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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老人家坐 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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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看 我不是挺好的吗 爹 你坐呀 坐的 赵花 刚才 你又喊我爹了吗 对不 你喊我爹 就得听我的话 回家去吧 赵花啊 别做傻事了 那个饭店咱不去了 这回你跟小庚啊 也千万不能再离了 你跟童所离 村子里 就有人说闲 也有人说淡 这回你在跟小庚离 那些大破嘴的唾沫也不是你 舌头也杀了你了 咱可千万不能再走你娘的路了 爹 赵花 赵花 你别哭 别哭 这么点事 停停就过去了 别哭 别哭 找花 爹 我不是哭我资格 我 我一看这个屋 还有阿娘留下的这些东西 你 有 hvor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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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阿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爹 爹 你老人家别太难受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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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不认识问题了 我不提醒嘛 你看他那样 他像记住的样嘛 他连账都不认 三哥 你别拿白眼珠看人 这推链子要推出米来 说话要说出理来 我刚才说的 哪点不对 你说那四千块钱都干啥了 连这个豆腐房都输给缩咬个子了 你还有完没完 没完 你自己也不心思心思 这四千块钱都成了小庚的话瓣了 没听见人说是咋的 今儿早晨三嫂一上班 小庚把他拦在路上了 非让他把钱还了再走 你说这事 会有这事 不信 你问去 小庚这王八犊子 这也太欺负人了 我找他去 比赛 好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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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